臺灣各大銀行不動產貸款額度接近滿水位 不少民眾反映難以進行房屋貸款 我們請教房產學者錦文科大副教授張定軒 而這波房市不斷地走高 使得央行不得不出手 不過政府又強調沒有所謂現代令 您怎麼看國內市場現況 原則上來說這次的確不是什麼現代令 因為這個所謂的央行請喝咖啡 在貨幣政策上面我們叫做道德欠缩 但它會不會有影響力呢 它既然會被視為這個貨幣政策 通常來講只要不是太為難的事情 尤其是國營的銀行 對於央行所謂的道德欠缩 大多數都會配合 那問題是說 就銀行它基因來說的話 它一定是盡量的去把它 能放貸盡量放貸去衝到買水位 所以它現在突然間想去配合央行的時候 那突然間去壓慢它的放貸的速度的時候 才會引發民怨 但是我們要理解的一個狀況是 央行這次它這個動作不只是邀集了很多行庫來 你會發現它這次所謂的央行喝咖啡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它邀很多的媒體過來 來看他們這個線上 所以央行是想要讓社會大眾了解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央行放任這個房地產市場 這樣繼續樂下去的話 那會到達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房市會大到我們銀行體系 負荷不齊的程度 OK 那尤其是這次所遇到的是銀行法72-2條 它這個填條 你不可能說 也就是說萬一真的 就一路的讓這些銀行一路沖業期 沖到底的話 那到時候 真的都很多銀行都碰到72-2條的上限的時候 它就會引發房市那種雪崩式的影響 那這個問題是銀行法的問題 所以央行它也沒辦法透過它行政措施 去改變這件事情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預防性的措施 等於是說我們可以這樣翻譯 它等於是把銀行叫過來 一這個油水當食無水之苦對不對 那接下來該漢期比較長了 請大家節約用水 那其實大家很忽略 其實央行還有提示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東西 民生用水優先 也就是什麼東西 它希望銀行能夠最首購的部分 優先做放貸 那所以這次就算 央行就說也不用那麼配合 大家該放貸還先放貸 但是我們接下來缺水的問題存不存在 也就是很多銀行到明年的時候 很可能它就會陸陸續續都逼到 72-2條的上限的時候 這個問題存不存在 存在 也就是我們沒辦法當這個房市以這種速度再這樣熱下去了 OK 那當然對後市來講的話你就知道推動的力道慢慢慢慢的還是會有受到影響會減弱 就是它必須要降溫 不是現在降溫 那也是以後要降溫 就是看呢 是現在我現在央行呢要求各個銀行主動去降溫 還是以後呢大家都碰到72-2條的上限之後呢 被迫去降溫 OK 那大家也了解到這個以目前立法院的生態跟呢對於銀行曝險上的管理你根本不太可能要求立法院去修改72-2條去把這個上限提高 那所以說其實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就是缺水的問題就缺資金的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 那對房市未來呢有辦法用這個速度去推上去 那這是有很大的疑問的 那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出在於說呢 很多的這個所謂的地主投資主或者是建商也好 他們已經有很高的成本呢在搶地了在列地了 那所以呢這些地呢到時候要怎麼去除勤 這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 他的問題是說 你的問題是現在要發生 還是呢明年要發生 但是遲早大家都要面對這個問題了 我們沒辦法讓房市呢用這種速度呢繼續再熱下去 這已經超過了我們目前銀行體系呢能夠超能夠複合的一個上限了